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久违了 这温暖的阳光 《渡化电》这个戏 就给我的感觉就是 选择更信任、真实、眼前人 包括你的朋友、你的爱人 总体我对这个戏的核心就是这个冲结 李柔很像一个冰块 她是被裴文轩一点一点去融化的 教会她相信爱如何去爱 在和李柔重新相处的过程当中 做到了体恤她 然后体恤更多身边的人 然后和李柔一起共同成长 共同去完成自己最终的目的 一个这样的故事 苏荣卿其实是拿自己的孤独 来捂住伤口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上天对她很不公平的 就是让她在两样 最珍贵的东西里面选 一个是她从十岁起 变坚守至今的爱情 还有一个就是她的家族 如果李柔过得好 她就开心 就哪怕跟她自己在一起 只要她能过得开心 过得幸福就行 她其实世人笑我癫狂 我笑世人看不懂 这句话对苏荣华 是一个非常好的概括 山光雅是一个让我一眼万年的人 是一个独特的人 是一个可爱的女子 我觉得那一瞬间产生的那种情感 捏脸她就是爱情 她没有什么 你是座荣华 我是上官 没有 就是因为他们看一眼就对上了 就这么简单 本身底色是一个干净的 清澈少年郎 阳光善良 向往自由的一个这样的性格 愿同秦小姐一起 如尘世夫妻一般 执瘦偕老 相濡一望 她跟李川其实是心心相惜 是同病相怜 空有着人间自由身 却非这人间自由人 因为作为帝王 她的疑心很重 然后她可能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她为皇上流过泪 然后为女儿流过泪 为儿子流过泪 没有一个人为上官月 动过这样的感情 作为深宫中的这个妃子 她没有爱情 不搞爱情 专告事业 然后她是武将之女 我觉得她喜欢权力 有野心的一个女子 我觉得华月最吸引我的地方是 她其实并不坏 有的时候还笨得让我有一些心疼 父皇 儿臣不迷 究竟哪都错了 站在自己的个人思想上 也不能说完全是个坏人吧 因为我觉得 她首先要让自己强大 她才能去保护很多人 包括她的女儿 娶尼尾尔代之之心 昭然主见 都得杀尽靖猴 给他们点颜色巧巧 苏家在这个戏里面 是一个传统的世家 也有很高的位置 但是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惨的 将会是你们 其实这个剧本我读完了以后 我还是非常喜欢这个角色 因为她的感情中 她其实很忠质 在那个背景下 她不能选择 就士族强大 不代表你强大 所以我就完全被裹挟在这个势力当中 就像龙中鸟一样 没有什么空间 我们在古装剧的外壳下 其实有很现代的情感内核 我们特别希望观众在沉浸于故事之后 获得共鸣 也能够得到治愈 获得一份情感的感动 以及踏实 杜华年还有一个最大最大的福利 就是看杜华年 更容易相信爱情 获得幸福 你可以与你心爱之人 一起共度华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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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